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排我在线下必根的呀 这里呢 我们需要注意的关键其实有三个点 一个是我们如何理解有的动作的EV是零这件事 另一个呢 是我们如何理解几个动作的EV都一样 最后我们还想知道 这些高高在上的扑克理论 到底对我们的实战有什么指导意义 我们一个一个来说 首先呢 EV等于零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其实很简单 EV就是你手中的这个组合 通过某个动作到底能赢多少钱 单位通常是大码 比如我们拿到27在面对UTG开持的时候 肯定会想也不想直接把它弃牌 此时27的弃牌EV就是零 虽然说没有收益 但是呢也不会额外亏钱 而此时我们也可以看到 27如果选择跟注 那么Core的EV会是一个负的1点几 这意味着每次跟注27会平均输掉一个大毛 如果直接all in 200BB 那么每次all in我们都会输掉11BB 听着似乎好像也不多 但是这其实相当于每百首1100BB的巨大损失 现在的扑克软件一般来说都自带一个可以看整个范围中每个组合EV的功能 比如在开头的场景下 前卫面对枪口的开持我们可以看到整体的下注跟注频率 也可以从右下角的小数字看到对应的EV大小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规律 凡是蓝色格子 也就是全部都弃牌的格子 那都是零 这也好理解 但是为什么有些带颜色的格子 比如7766和我们的A圈 它也是零呢 这其实也就是我们第二个问题的答案 首先我们已经知道 除了盲位以外 气牌的EV它肯定是零 其次呢 我们还需要知道 如果Solver给出了一个混合策略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可靠可负 或者可加可跟的组合 那么这几个策略的EV一定相等 比如所有AK组合在面对开持的时候 Solver完全不会考虑all in和气牌 那么这里就是一个红色加注和绿色跟注的混合策略 此时加注和跟注的EV它就是相等的 同样的道理 只要某个组合在Solver看来 它既是一个混合策略 有好几个颜色 又有一点点气牌的频率 那么自然它会变成一个特殊的零EV混合策略 比如我们的A圈杂色 按有些人说的就是 这个组合在这个情况下 你想怎么打都行 收益都一样 我相信如果我让你百分百气掉A圈或者百分百跟注A圈 你都不会觉得有任何的问题 但是但凡我说你怎么打都行的时候 可能你反而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我们最经典的困境就是 来 现在给你一个大忙的3B范围 快拿着它去线下打牌吧 我相信每个玩家在新手期的时候看到这张图一定会头皮发麻 这真的是人能记得住的范围吗 其实呢 我们就可以借用混合策略EV相等的这个概念 搭配着我们对玩家持或者单个玩家的认知 来更好地优化或者升级我们的策略 我们不妨一起回到开头的那个问题 当我们在前卫拿到A圈 面对UTG的开持应该怎么办 在这里首先我们可以确定的是 从软件看来 如果每个玩家都执行均衡且精确的GTO策略 那么A圈在这里跟住加住气排的EV它都等于零 但是呢 毕竟软件是软件 你的对手是活生生的玩家 他打的有GTO那么精确吗 尤其是我们打线下的时候 我们的对手很可能是加住特别宽的类型 并且我们后卫的对手们也可能是300或者挤压严重不足的 那么我们想一想 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相当于其他对手在偏离GTO 在主动的犯错泄露EV 所以我们的跟住或者加住的EV 是不是就会被动的上升呢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通常打朋友局的时候 开的很宽 跟的也很宽 完全不GTO 但是好像打下来也没什么损失 甚至呢收获破风 同样的我们也可以把视角从一个组合拓展到一个场景下 就可以用类似的方式 通过对玩家或玩家持特征的把握来优化我们的范围 比如面对玩家持终某些开持很高 但是弃给三败也很多的偷忙型玩家 我们就可以把范围中的很多边缘三败组合都变成百分之百三败 尤其是那些其实翻后也不是很好处理的边缘杂色组合 如果你的对手开持正常 但是面对三败几乎又不会弃牌 那么我们也可以把炸弧都变成根柱 把三败范围变得更加的线性去拿更多的价值 当然了如果你还不满足 想求得一个最最精确的最大博学策略 那很不好意思 只能通过翻前软件去特定的求解了 但是呢对于大部分不会软件也不想花钱买的同学 学习如何对混合策略部分进行适当的调整 就已经非常的高效且实用了 虽然今天我们讲的是翻前的混合策略 但其实在翻后这个方法论也完全是通用的 大家可以根据对手的特征 来调整你在翻后的跟住加住气牌策略 活用混合策略可以说是大部分高手 必用必学的小技巧之一了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有所收获 如果你也想获取更多的学习技巧剥削策略 也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联系我们 学博客找签算 这里是签算Poker 我是梅小板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是梅小板 窖地 我们下期视频的教ump